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两个人的民调差距非常的接近 让整个选情火药味十足 而针对了非常胶着的选情 CNN这回也分析 川普和贺锦丽要从大选当中来胜出 就得要依赖各自的关键优势 距离美国大选仅剩下4天 川赫口水战不断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亚利萨纳州凤凰城的造势上 针对对手川普的这番话隔空炮轰 贺锦丽对此怒批 川普根本不尊重女性选民 近期美选口水战焦点更是垃圾言论满天飞 川普上周末的造势上驻证来宾称 波多黎各式垃圾岛惹怒拉丁裔 川普31号就来到新墨西哥州为拉丁裔选民摸摸头 巩固选票 美国大选火腰味十足 根据ABC News的最新民调显示 贺锦丽以47.9%为服领先川普1.1个百分点 CNN分析川赫两人要赢得选举分别靠哪些优势 根据CNN川普的选票基础除了有庞大选民兑现状不满 拜登的支持率也很低 加上共和党在摇摆州的选民登记人数暴增 至于贺锦丽 从1956年以来的美学历史 16位教授欢迎的候选人最终入主白宫 只有一次人气较低的人当选 那位候选人就是川普在2016年击败希拉瑞 TB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美国宾州是这一次美选结果的重要关键之一 宾州的钢铁重镇披兹堡成为两党兵家必争之地 那么今年万圣节选民就纷纷在门口插了旗子来表态 那民主党昔日铁票区有没有可能游览转红呢 来看特派记者彭惠云报道 迎接万圣节很多美国民众都会在家门前放上 可爱又应景的万圣节装置 但是呢也很靠近大选日了 像这户民众就在自家门前放上了一个大大的川普人形力牌 一看就知道是支持谁 不会言就是挺川普 自己开业经营消防设备的Chat 曾经是民主党篮墙铁票舱之一的建筑工会成员 过去也曾票投欧巴马 但是为何气蓝转红 他说 而就在不远处 邻居家的草坪上就插着支持民主党赫华佩的标语 三宝妈朱莉亚过去也曾经投给共和党 但是自川普时代开始后就出走 这次他说会支持贺锦丽 在宾州匹兹堡的阿列根尼郡 挺川和支持贺锦丽的选迷几乎呈现五五波 而根据11份民调的平均值 川普在宾州为福领先贺锦丽约0.6个百分点 谁能拿下宾州19张的选举人票 双方都还没有明显胜算 TVBS新闻彭惠云 周宇伦在美国宾州 皮斯堡的采访报道 而美国总统大选川普和贺锦丽在摇摆州的民调是不相上下的 其中乔治亚州因为拉丁裔投票人口激增 也成为了左右选情的关键之一 那我们特派记者尼家辉呢 是带来了来自乔治亚州最新观察 在非盈利组织拉免人力量的亚特兰大办公室里 义工忙进忙出为每天六小时的敲门调查做准备 穿上制服挂着识别证 带着甲板和笔以及文宣资料 他们不属于任何政党 主要工作是让西语义选民了解自己的权利和投票须知 也因此所有义工都必须具备英语和西语的双语能力 过去20年乔治亚州西语义人口迅速增加 在2020年达到110万人 占乔治亚总人口的10.5% 根据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统计 从2000年到现在 乔治亚州西语义合格选民翻了4倍 达43万5000人 是乔治亚州选民的6% 其中22%是首投足 敲门拜票不是件简单的事 要有体力 要能跟陌生人对话 不怕尴尬 而且还要小心狗的攻击 和倾向支持民主党的非裔美国人不同 习与逸选民政治立场比较平均 但从2016年到现在 川普逐渐缩小差距 而在胜负差距不到12000票的 乔治亚州 任何一张选票都可能影响选举结果 TB新闻黄丛普尼嘉辉 美国乔治亚州报导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不断的指控宾州选举舞弊 网络上还出现了当地的选民 撕毁选票影片 不过现在都被证实了 这些都是假消息 CNN的记者调查了 背后的操守来自俄罗斯的组织 接连的在网络上头 散播了关于贺锦丽 以及副手华兹的不实贴文 而且还被网友疯传了上百万次 那么专家也分析了背后的意义 应该是普琴希望川普能够当选 川普斩定截铁 说宾州选举舞弊 声称兰开斯特县 2500张选民登记表 都出自同一人之手 网络上还流传 有人在宾州雄路线 销毁川普的邮寄选票 如今被证实都是假消息 CNN记者巡线追查发现 这一切是俄罗斯的阴谋 这个组织被称为俄罗斯打击不公正基金会 RFBI 源头可追溯到私人佣兵 瓦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格金 CNN报道RFBI在网络上接连散播假消息 像是华兹曾性侵未成年人 乌克兰官员拿美国援助的钱买游艇 还有贺锦丽肇事逃逸 撞死一只犀牛 统统在社区媒体上被疯传 米拉还找上佛州前副警长道根合作 尽管对方否认 但在专家看来 俄罗斯大费周章影响美选 不外乎就是希望川普当选 DBN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证实穿着了俄军制服的北韩士兵 正朝着乌克兰的边境来前进 那么今天最新的说法是 北韩派兵人数可能会增加到8.8万人 另外根据了南韩媒体报道 北韩的士兵在库斯克 已经跟乌军展开了第一波的交战 而且整支部队几乎是全军覆没 只有一个人存活 俄罗斯军车横冲直撞 浑然不觉早被乌克兰瞄准锁定 但俄罗斯为了在战场推进 仍然莽撞乱开 下场就是沦为乌军火把全部炸光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这名19岁的俄罗斯士兵 也经历相同命运 所搭乘的装甲运兵车被精准命中 他整整等了两天才获得乌军救援 其他同袍则已经弃他不顾 手拿干扰配备乌冬前线的士兵入夜后绷紧神经 严防俄罗斯派出无人机 这里其实是俄军声称夺下的赛利多围附近地区 乌克兰记者冒险挺进也碰上惊险过程 直击附近炮声隆隆 驻守该区的第68独立狩猎旅 还得与时间赛跑补给弹药 这次带来了由乌克兰自行打造的120公里破级炮 吴东战况危急 乌克兰被迫宣布在三个月内再征召16万人 一方面也是要防范可能有更多北韩士兵帮俄国打仗 根据韩国媒体引述立陶宛非政府组织蓝黄代表的说法 武军日前已在库斯克与北韩兵首度交火 但北韩兵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唯一幸存者则持有俄国少数民族布里亚特人身份证 该组织也评估 北韩派兵数可能增加到8.8万人 乌克兰现在除了要紧盯北韩 泽伦斯基也因为这件事布满白宫 原来先前他曾在胜利计划中希望美国提供射程约1500公里的战斧飞弹 然而政府机密又泄露给了纽约时报 但感觉不被尊重 周三乌克兰首都基辅也想起空袭警报遭遇10月以来第19次的袭击 当晚俄罗斯派出约62价的无人机来乱 一处基辅的公寓起火燃烧 幸好居民只有轻伤 同天夜晚俄罗斯也估计重施朝东北部哈尔科夫发射航空导引炸弹 一出大楼因此直接被炸破大洞 乌克兰证实至少一名孩童死亡 还有35人受伤 电新闻中文报道 德国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31号表示 德国将会关闭在伊朗领土的三间领事馆 来回应的是伊朗裔的德国籍异议人士沙玛德遭到处决 而贝尔伯克就表示了德国已经多次明确的向伊朗来表示 处决德国公民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所以宣布关闭了在法兰克福 慕尼黑以及汉堡的伊朗领事馆 这将会决定总共影响会32名的领事馆工作人员 而这一起28号宣布的处决 已经激起的是针锋相对的外交抗议 伊朗的外交部回应 谴责这个决定是没有正当性的 表示已经召唤回的是柏林的驻德黑兰大使 传达伊朗的强烈抗议 日美独卖新闻引述了消息人士的报道 首相时破冒预计会出席11月份 在南美洲所举办的APEC领袖峰会 届时渴望就可以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首场的场边会谈 确认在扩大共同利益之下 合作的战略互惠关系 那么APEC和职产体的领袖会议 将会在11月中旬来登场 先后是在秘鲁以及巴西 那时破冒目前有意出席这两场的国际会议 消息人士透露了 日中领袖会谈很有可能会在APEC期间来举行 而时破冒可能会在会谈当中 提及重启日本水产品输入 以及中国军事活动等议题 传出日方也在安排石破冒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谈 如果日美双边会谈成真 那么这将会是石破冒执政之后 首度和拜登来进行会谈 康瑞台风已经出海了 朝的是中国大陆方向前进 虽然都还没有登陆 不过在浙江沿海已经掀起了10公尺高的巨浪 那么福建的海边也是风高浪急的 有渔民受困在海上的船屋 当局派出了直升机在风浪当中 惊险吊挂救援 大约10公尺高的巨浪不断拍打上岸 康瑞台风往中国大陆前进 还没登陆就影响华东地区 浙江温州的海域波涛汹涌 海边风景区全部关闭 浙南水域客运航线全部停航 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 出动直升机执行吊挂救援 福建梅州湾海上有船屋 在台风将至的风浪中 剧烈起伏晃动 几乎快被拆散 却还有四人受困 救生员抵达现场后匍匐前进 顺利救起四人 福建沿海最大风力已经超过时机 站在的这个位置都已经稍微有点站不稳了 感觉人会被风吹的左右晃动 在我的身后大家就可以看到港外的海面 有一个防浪堤还有一个礁石 这个浪花最大的时候甚至是可以达到五六米这么高 相当于是两层楼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不止在海边福建省福州市区开始狂风肆虐 树木倒卧路边满地落叶 还有共享单车也整排被吹倒 当地镇严防康瑞带来暴雨 根据官方预测福建中北部沿海地区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 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60到150毫米 局部180毫米 最大时雨量50毫米 因为康瑞台风受导引气流影响 将朝西北方向前进 从福建到上海防台警戒中 TV新闻综合报道 康瑞台风直扑台湾而来引发外媒的关注 CNN大战台湾应对强台记录是良好 路透社则是关心了台积电营运情形 另外一端的西班牙则是面临了风暴袭击之后 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了158人 强台康瑞狭带强风作语横扫台湾 十米高浪袭击东海岸 在今引发外媒关注 新加坡CNN记者就在台北街头 直击康瑞的破坏力 美国CNN更以1996年来袭击台湾的最大风暴为标题 报道康瑞台风对台影响 文中大战台湾应对大型台风记录良好 地方政府提早下令停班停课 派出超过三万四千名士兵带命救援 并从高风险地区撤离八千六百多人 英国BBC关注 台湾11月还有威力强大的台风 飞比寻常 引用海洋科学家报告分析 可能是全球海平面升温 强化风暴威力 路透社则引述台机电声明 报道营运作业不受台风影响 南海媒体同样关注 康瑞台风虽然没有直接影响 但外围环流仍带来降雨 康瑞台风造成台湾两死五百一十五伤 零失踪 各地人有需要抢收的状况 但从外媒的实地观察角度而言 台湾超前部署冷静应对墙台 防灾表现良好 反观西班牙红换 堆积如山的汽车塞爆高速公路 罹难人数上升到一百五十八人 还有数十人失踪 西班牙与欧盟机构将半旗哀悼 百年来最强风暴 警戒还没解除 各地已经死伤惨重 TBN新闻综合报道 康瑞台风影响之下 南部的雨都下在了山区 桃园乡的名坝克路变道 就被冲毁了 交通中断 桃园三里也变成孤岛 包括了高雄嘉义山区的道路 都出现了多处摊坊 以及树岛阻碍通行 目前都在抢通当中 那么曾文水库接近满水位了 大浦湘的情人公园湖畔 变成汪洋一片 矗立在了湖中央的蒋公铜像 现在变成看起来好像漂浮在水面上 那么康瑞台风呢 正值的是蒋公诞成的时候来访 结果呢 现在造成孤独飘在水上 生日的奇景 中文水库满水位泄洪 而在嘉义大浦公园湖畔的蒋公铜像 仿佛水上飘 铜像底座外汪洋一片 康瑞台风10月31号青台 正值蒋公诞成 被网友形容最孤独的男人 独自在水面上过生日的奇景 老农西水报长 宛如洪水猛兽般宣泄而下 明霸克路桥变道地基掏空流失 经过一晚流失的范围超过一公里 就连搭盖好的钢变桥 也不堪风雨摧残 72公尺的桥梁断掉 超大陶宇的雨量 那我们的受损也相对的比较严重 变桥这一段桃园三里 包括复兴拉夫兰汉梅山岭交通中断 估计370人受困 公所人员盘点存粮 包括面食罐头 初步估计可以供应20天以上 目前要等溪水消退 才能展开复原工程 康瑞登陆肆虐 高雄山区雨量超过500毫米 树木倒塌阻碍交通 夜晚打着灯进行抢通 为台电人员开道抢修电力 不仅数段挡路 往六龟沿途也出现道路摊坊 六龟区域台27线过了星巴大桥 路边危险了三角追 因为不敌一晚的豪雨 路边出现一个大洞 坍塌的范围长达20公尺 现在只能单线双向通行 而在纳马下的鸣森桥 也因为溪水暴涨 快接近桥底暂时封闭 嘉义竹崎山区也是如此 20米高的树木断掉 在地居民合力巨树切成一小段 人工搬运尽快恢复通行 沿途数段电感岛零星的状况不少 等待天气转晴朗陆续抢修中 TVBS新闻季节恒 艾昭写何一信 嘉义高雄报道 台南安平沿海 柯农赶在台风登陆之前 是冒险出海旧棚架 但是当地的里长抱怨说 柯农是想要把棚架都拖进安平渔港 结果被渔业鼠给拒绝了 市府就回应 渔业鼠是考量到 有船只需要停泊进出 目前南部的农损初步来统计 现在高雄已经超过280万元 那么屏东更惨了 农损是突破400万 到外海冒险抢救柯棚 大浪打来真的好惊险 台南安平的坑农在外海 载幅载城无法靠岸 就是因为渔业鼠不准他们 把柯棚拖进港 他有局部的放行 人拖到防坡底而已 不能再进港了 因为他说拖进港的话 如果游艇出入的话 会有安全余力 台风海上警报已经发布了 船只就不能出入了 怎么还有这些余力呢 大妈政府不顾老百姓生计 海上柯棚在台风中 造成重大损失 却死板板案规定 不让柯棚进入 台南农业局其实在台风前 也和渔业署协调过 因为渔业署表示 因为我们的渔港是在 渔船的停泊 还有一些航行的安全使用 所以他不同意这些磕棚 来进来这边渔港 台南沿海刮起十几以上强风 同样惨兮兮的 还有正在生长期 再过不久就能采收的 台南北门洋香瓜 隧道市棚架被吹翻 就像屋顶住家被吹开 至少四十公顷刮田受灾 原以为晚点的种植就能避开台风 结果秋台康瑞报道 高经济价值的洋香瓜被摧毁 而民众上街买菜也感觉到叶菜类 尤其是青葱价格涨翻天 11月1号蔬菜到货量 比昨天大减五成五 交易均价涨到每公斤 四十一点二元 水果供应量也大减超过六成 南部各县市农村统计 嘉义线约88万 高雄281万 屏东已经超过426万 民众真的得做好菜价上涨的准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康瑞影响之下 这几天淘机的航班大乱 不只是取消了近300架次的航班 还有飞机是重飞 但是也有难以降落的飞机 就直接飞回到出发地点 还有乘客目睹到这一班 是从越南飞回到台北 因为改成了降落在高雄机场 引发很多旅客不满 甚至疑似有地勤人员 进到了机舱下跪道歉 飞机上一群商务舱乘客 围着地勤人员质问 甚至还可以看到地勤人员 疑似跪在地板上 向乘客道歉说明 原来这架31号上午 从越南飞回台北的班机 遇上康瑞台风 淘机三度降落失败后 改降高雄机场 引起机上部分乘客不满 画面曝光也引发网友 踏罚这名男乘客的行为 康瑞台风让空中交通大乱 淘机统计光是31号 一共取消267个航班 受到天气影响 转将28个驾次航班 其中还有不少航班重飞 而另外一班CI916香港飞台北 原定31号晚间7点20分就要到 因为无法降落再飞回香港 200多名旅客抱怨 在香港空等12个小时 都没有任何应变 直到等待第八个小时 才送上面包 一度还不让乘客下飞机 甚至也没有安排住宿 没跟座舱长沟通 自己决定 没有 因为之前看你们真的在 你们在休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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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跟你讲 八点多就开始休息 休息到现在几点了 说实际上他应该让我们 就是说降落然后让我们下去 可能吃个东西或 或是上个厕所什么都好 乘客气不过 前后等待将近15个小时 地勤人员不断向乘客解释 真的没有权利决定取消 最后在不断争取下 才成功拿到餐券 及安排接驳车 另外驾CI522 从广州飞回台北班机 也遇上盘旋 最后转降香港 乘客就住在航下大梯内 又饿又累 躺在地上休息 从冲绳回来的航班 也遇上同样状况 傍晚五点起飞 在淘机盘旋后 回到冲绳已经九点多 最后十一点起飞 十二点才抵达台北 行后一共花了七个小时 让乘客好无奈 截至一号上午九点半 淘机依旧有50个航班取消 汤瑞强风导致航班大乱 T月新闻林志伟扬奇 桃园采访报导 看到是美国加州 有一名二宝妈 她开车卡在了平郊道上 恰好路过的副警长 挺身而出 在火车撞上前五秒 她救出了受困的孩子 惊险的瞬间 就像是电影一样 连线给国际组记者 许戴璇 只差五秒钟 真的是从鬼门关前 抢回孩童 宛如电影情节 这生死瞬间 发生在美国加州 盛伯纳蒂诺 这辆白色的休旅车 卡在平郊道 车主是一位二宝妈 只来得及救出 其中一名孩童 下班回家路过的 副警场凯斯·纳达 也就是画面中的男子 他奋不顾身 在火车撞上前五秒 救出另外一名孩童 在那一刻 突然发现我很快 可能会有一个孩子 或者有一个车子 然后那车车 很近 Castaneda 抓起了孩子 在地上 然后跑 然后看母亲 在同一方向 幸好火车撞上 收旅车的时候 车内已经没有人 车主跟两名孩童 都没有受伤 更幸运的是 车主遇到的 副警长凯斯·纳达 原来是海军陆战队退伍 身手敏捷 千军一法救人成功 不过凯斯·纳达 谦虚地说 他不是大英雄辣 身为警察 助人本来就是 分内工作 AI伺服器大厂美超围 因为没有办法 如期提出财报 和会计公司安永辞任 造成它的股价 持续的走跌 相较于今年巅峰时期 美股升到了 119美元 市值还曾经 高达了700亿美元 如今公司的价值 已经蒸发了三分之二 剩下大约200亿美元 折合约台币是 6400亿美元 美超围这个月 如果没有办法依照规定 来补交财报 那么将会面临 纳斯达克指数成分股的 出名危机 美超围的股价暴跌 也连带影响到 纳斯达克 以及费城半导体指数走跌 市场忧心 连续两年的人工智慧热潮 是否已经泡沫化 洛杉矶到骑队 击败了洋鸡队 对史上第八度的 在世界大赛上头封王 周四凯旋返回到洛杉矶 而洛杉矶的街头 早就已经被狂欢的 球迷塞爆了 但是也有人是趁火打劫 纵火烧了公车 还传出多起的暴力 还有抢劫事件 洛杉矶的警方 现在至少已经逮捕到 12个人 而球迷引颈期盼的 盗旗队胜利游行 则是会在周五登场 消防车洒水迎接队史 第八次拿下世界大赛冠军的 盗旗队凯旋回到洛杉矶 前一天盗旗队刚刚 击败羊鸡队当晚 洛杉矶街头就已经进入狂欢模式 本来只是开心放烟火 但是人潮越来越多 堵住了马路交通 还有人烧胎引发烟雾 甚至有人开始纵火 眼看秩序失控 洛杉矶警方赶紧到场 当晚洛杉矶就有好几起的 暴力事件跟抢劫事件 还有商家遭到洗劫 显然是有人假借狂欢 蓄意姿势 警方至少逮捕12人 其中两人还被搜出暴猎物 有人情绪失控 但有人却是荷包失控 球迷纷纷抢购 盗旗队的球衣等相关商品 球迷要留着力气 周五参加盗旗队的胜利游行 尽情狂欢 Tews先这么到 南韩仁川机场的扩建工程 即将会在今年底完工 将自助登机设备增加至100多台 建立了智慧通关系统 只要你事先登记 就能够刷脸通过出进口 以及登机口 让旅客的便利性大幅提升 南韩仁川机场 今年第三季 国际线旅客吞吐量 同比增长17.8% 达到1815.6万人次 创下启用以来的单季最高记录 另一个好消息是 七年投入五兆含元预算的扩建工程 即将在今年底完工 仁川机场的旅客吞吐量 将突破1亿人次 即一次谈跑机场和杜拜机场 成为世界第三大机场 仁川机场扩建部分 抢先看 重点在结合数位转化和最新技术 提高旅客的便利性 目前一共有66台自助登机机器 将追加设置106台 并扩充后台设施 特别是通过Smart Pass智慧通关系统 在手机APP上 事先登机护照 脸部资讯和登机证等等 就能刷脸通过 出进口和登机口 过去在柜台前大牌长龙 有地勤人员一个一个 确认身份的画面将会消失 此外 仁川机场天花板 还设置了艺术造景 入境大厅显示 班机抵达时间的电子看板 新增媒体艺术图片 方便民众确认飞机的即时位置 和预计抵达时间 南韩民众也开始制定 明年的出国计划 明年南韩的中秋连假 从十月三号星期五的 国定假日开天节开始 五号到八号是中秋连日假期 九号星期四又遇上 国定假日韩文日 至少可以联休七天 如果十号星期五另外划休 包括周末在内 一共可以休十天 南韩国籍航空公司 大韩航空和韩雅航空 开放出发日 三百五十一天前可以购票 任门度假顺利的机票价格 已经上涨 以明年十月三号到六号 飞往越南县港的机票来看 目前来回最低价一百三十三万韩元 折合约三万台币 比现在的周末起飞价格 贵了将近七倍 南韩民众超前部署 把握珍贵的十天黄金廉价出国玩 看在明年中秋廉价 只有三天的台湾人眼里 只有羡慕 T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手机对大家来说 真的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了 但是使用过度也衍生不少问题 像是手机纸或简讯警 都已经变成现代人的文明病 社群互动加上行动支付等等的功能 让手机成为现代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东西 以日本来说 2010年之后使用者大幅攀升 目前将近九成的日本国民持有手机 只不过多数人普遍有使用过度的问题 没有节制的结果 身体开始抗议 一般来说 最明显症状就是支撑手机的小指 因为持续性负荷 造成指头难以弯曲 甚至疼痛 更严重一点 演变成手部退化性关节炎 医师提醒可以使用辅助工具或支架取代 长时间看手机所引发的健康景讯 还包括简讯警 医师说人的颈部在正常情况下是有幅度的 但是长期惯性地低头看手机 造成脖子前倾 结果发生肩颈酸痛跟头痛症状 甚至还会椎间盘突出至神经柱 如果不治疗或改善失眠忧郁症 可能随之而来 HBC报道中受访的医师也强调 情座包括肩颈背腰以及双手的伸展 可以舒缓看手机引发的疲劳 另外注意使用手机的姿势跟时间 日常作息尽量不要弯腰驼背 更是同样重要 TVBS新闻曲奇方综合不到 木乃伊吸血鬼都是万圣节热门的装扮 能够营造神秘恐怖的氛围 如今科学家对这些民间传说 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包括了芝加哥最近就对20G的木乃伊 进行了电脑断层扫描 要来揭秘千年不符的肉身 而波兰则是让一位400年前 被认为是吸血鬼的女子死而复生 青青用毛刷刷去复原物上的碎屑 一手完成这件作品的考古学家 百感交集 因为这位重现清晰面貌的女子 是来自400年前正值战乱时期的欧洲 当时她在众人的眼中是一个吸血鬼 一直到两年前波兰的考古学家 在北部一座无名坟墓 发现她才让她重见天日 当地人称呼她为Zosia 而估计Zosia死亡当时还不到20岁 头颅分析报告则指出 Zosia生前饱受健康折磨 导致她出现头晕 严重头痛 甚至心理上的状况 于是科学家运用DNA 3D裂印和造型黏土 一步步还原这位民间传说的面容 接着再以类似软桃的黏土 一层一层建造肌肉组织 并结合性别年龄人种等资讯 打造出整个骨骼结构 同样从地底下出土 且令世人畏惧又好奇 则是实实在在的木乃伊 美国的科学家则利用电脑断层扫描技术 来解密木乃伊层层包裹下的肉身 就在最近 芝加哥菲尔德自然水博物馆的科学家 克服了搬运上的难题 并且在不影响了医院拯救人命的情况下 总共扫描了26具古埃及木乃伊 另一个引人探秘 却让大多数人都想保持一段距离的 则是曾发生过凶杀秘案 传出过离异事件 或是曾住过扼杀的凶宅 由于种种有引擎的事件会影响到房价行情 因此依据各州的法律 房中业者有义务透露一栋房屋物件的历史 但对于不在意的买家来说 或许能以教实惠的价格到手 只是种种不利因素也伴随而来 例如之后转卖可能更困难 又或者屋外不时会出现 特地前来探险的胆大民众 在购入时都应该要考量清楚 TVB先动报道 持续回来看到北检侦办了精华城案 检方申请严压柯文哲 那么今天上午是开庭 从早上的9点40分 一路开到了中午12点03分 总共是开了两个多小时 目前开庭已经结束了 法官预计的是下午4点半 就会公布裁定结果 双手上靠踩着蓝白拖的 就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被检联追查金华城案 在9月初裁定收押之后 这一趟上下求车的路一走再走 柯文哲走在被告中的第一个 听到喊话没有任何回应 这回来到台北地院 就是因为积压禁件即将借满两个月 检方再次向法院申请严压 检方申请严压柯文哲 但是因为台风搅局往后延了一天 不过今天小草声称要来集结 因此警方也在现场戒备 或许是受到台风影响 加上开庭的这一天还要上班上课 在法院外申云柯文哲的小草并不多 进一步分析这些案件 简连已经调查两个多月了 第一波被积压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 殷小薇 微经集团主席沈庆金 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都被严压 柯批也同样要面对这一关 两个证人是跟柯文哲案有关的 而且这两个证人 如果现在柯文哲就释放出来的话 那有可能跟这两个证人是有串证的 如果假设真的是黄珊珊或者是蔡碧如 这两个人其实都一直在台湾境内 检方随时申请都是可以去来 传唤这两个人出庭的 那这两个月包括在柯文哲 积压的期间都没有去传讯 显然这两个人在检方这个案件的调查当中 不是太重要的角色 那既然不是太重要 要用这个两个人可能因此被篡证的证据 这个理由来因此申请严压柯文哲 恐怕也是相当的不充分 压与不压看的是检方提出的理由 柯文哲这场严压庭也决定 接下来两个月能否回得了家 委任律师们早早就来准备与检方再次交锋 最终的结果交由法官裁定 TVB宣传报道 好 同样是一个最新消息 气象署发布了第21号康瑞台风远离的消息 那么上午已经是解除陆上台风警报 预计会在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同步来解除的是海上台风警报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降雨的情形 而今天的基北北桃四个县市都是正常在上班上课的 不过昨天经过了一夜枪风豪雨袭击之下 许多路数都被吹断了 所以路中央的树枝残骸 其实障碍物也都还在 并没有完全的清理完毕 引发许多的网友 跑到了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脸书下头洗板 抱怨说这到底要怎么上班呢 不过也有民众持了不同看法 认为今天风雨已经没有很强烈了 所以本来就不应该放假 一阵狂风铁皮瞬间被吹落 硬声往地面砸 还好当时没有人经过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就发生在人来人往的桃园 大难市场 事隔一天铁皮还在那 但不止这里 基隆一处货柜厂 受到狂风暴雨侵袭 场内货柜被吹倒一片 不仅道路中断也没电 里面柜子倒掉还在掉 里面鼓里好有电来在做 等着焦柜的货柜车司机 只能在外面苦苦等候 有些人无奈已经掉头 基北北桃一号正常上班课 却引来市民炸锅 有人留言路数倒一片 这样真的能上班吗 不少网友回报打开门的情况 还有人说市长可以试着骑机车 上下班通勤看看 以安全通勤安全来讲 可能确实是个挑战 确实可以多放几天也不错 的确有不少民众认为应该多放一天 来善后 今天确实不管是风力与市都已经大幅下降 所以也没有达到标准 大约在上午八点半到九点左右 我们其实公务局先划定主要的交通干道 大概一百五十多条都已经恢复了八成 停班停的标准是要不用看 截至一号早上十一点 全台北市接获超过两千六百颗路数 青岛案件民众上班路困难重重 而不止台北市基隆新北汉桃园 也有网友到市长脸书下抱怨 我们希望在今天下班之前 除了我们主要道路 现在已经都是恢复了交通 但是所有的清理 一定要把它告一段落 放假政治学复原重建 似乎也得考虑在内 订阅新闻新闻想要可以与台长报导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詹书涵 我们下周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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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